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个 利用今天这个时间跟大家见个面 这个 这一出去 差不多三个月 这个 我不知道你们想不想我 我倒是很想你们 现在这个网络时代 这个大家都觉得网上见面就好了 实际上 这一趟跑北美 跑了这几十天 这个发现人还是要交往 还要面对面 这个跟网络上不一样 所以是这个 这个他们这个北美的学员 建了以后都 特别的欢喜 这个 有些在那边也办了一个课程 这个烽火俱假 也去了三十多号人 这个也是不错 这个当年我记得在新加坡半班 只来了两三个人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 在北美我们第一个班呢 在美国有三十多号人参加 这个是还是很不错的 大家也感受到这个在网络上上课和面书课是不同的 所以人还是要交往 那今天呢 主要是原本是想做个徒弟会 召集你们这些徒弟家人呢 我们见个面 讨心福子 把一些话呢 跟你们唠叨唠叨 后来呢 这个 有香港来的朋友 这个新西兰也来了 从国外 他们为了这个金马轮 这个修炼之旅都提前赶到了 所以是 他们也很想参与 那既然这个样子 我就 他们问今天讲什么 我跟他们唠叨了一下 他们很想参与 我就通知云林干脆开放给大众好了 我们虽然你们是徒弟 这么多年 咱们这个机构从八年前的丛林开始出 无中生有开始 发展到今天 期间风风雨雨 很多人来打台帮着唱戏 也有很多人来拆台 但是 因为有你们这些徒弟 学生中的精英 所以是来捍卫这个道场 来支撑这个道场 所以我们今天 已经在全球 开始全面的弘扬 古圣先贤的智慧 这个 已经开启了一个很好的局面 所以是这些功劳 归功于你们 给你们一个掌声 这个 确实这么多年 我们 不容易 你们尤其跟着走到今天 七年八年的老徒弟 知道我们这个道场 能够稳定 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你们在座的 无论是徒弟也好 学生也好 实际上 待会我另外分享一个话题 就是此生的使命 就是你们这一辈子 你一定要知道 你是干什么来的 这个肉身 肉身 肉壳身 肉壳身 很重要 但是不是我们自己 这个只是我们用的一个皮壳 一个壳 你是要修 把所有的东西修到灵上带走的 就是属灵 你今生你的能量 你修炼的 你急功雷德的东西是属灵的 张补生是死的 张补生会死的今生 但是张补生的灵 是作为一个古灵 一个祖古的灵 它不会死 它会再寻找新的躯壳 那么寻找新的躯壳的时候 这一生 你带的东西 会带到新的躯壳里面去 这个就是你必须在活着的时候 把物质转换成能量 因为只有能量才守恒 物质不守恒 你今生是一个亿万富豪 你带不走的 下一辈子你不能花这亿万的 你因为做物质的东西 你传给儿孙了 他就不属于你的了 这辈子你姓张 下一辈子你姓王 怎么可能就把上一辈子 姓张的财产 带给姓王的呢 不可能啊 给你的姓张的儿孙分了 姓王的 你再转生姓王家 做一个男儿出生 你是没有办法花那一个亿的 古人发现了这个秘密以后 你把它转换成能量的话 能量物质不灭 能量守恒 你这一世你赚了一个亿 你把一个亿转成能量的话 你下辈子就可以用 因为它不灭 不灭它就守恒 守恒你就可以用 那但是你必须在活着的时候 把它归属于零 你不能在肉身变成存质 变成房地产 这些都没有用 你必须把它变成暗物质的东西 那个百分之九十六的东西 所以这一生你一定要明白 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你既然这一生你想荣耀 这一生你想活得很好 那你要不要把它转换成零 这个怎么转换成零 所以你必须把钱花掉 花掉你花到什么地方最有价值 那就只要能转换给零带走的东西 就是有价值 只要在这一生死了带不走的 就是没有价值 就对你来讲它就废物 废品 你走了带 走了就变垃圾了 你带不走吗 能带走的才属于你 真正的那个灵魂身的 那个不死身的 那个灵身的 你下辈子可以受用 因为这一辈子有很多人有大福报 哪来的 这一世也没怎么努力啊 上一辈子 前生前世 过去几世 你己功累得的 功德的 变成能量了 能量的今生兑换成物质了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是96%的暗物质 这种能量可以转换物质 转换物质 所以这个呢 这个在2024年 整个人类 马上就要面临着一次大觉醒 地球场性整体的要抬升一次 抬升就超越在隐态世界 不是显态 显态世界要脱离太阳系银河系 这就天崩地裂了 在隐态世界的场这个层面 它会进行一次抬升 这一抬升 人这个好像睡了一觉 要醒过来 做了一场大梦 醒过来 所以整个人类开始要什么 要开始转轨 转轨 我们这个还24年 还有两年时间 这两年 我们要准备好 准备好 如果不准备好 在24年 整个 场性抬升的时候 你追不上 你追不上 你就可能被时空甩掉 落后了 所以我们这两年 就不停地在奉天命 这个后疫情时代 人类的灵性面临着一次大觉醒 就是场性上必须 在地球场性上要完成 那么这几个月来 我们在北美 在欧洲做了什么 隐态世界做了什么 就是我们给家人汇报一下 就是你们这些骨干 土地们 还有骨干分子 你们要知道 那么要跟上天时地利 需要你的人和 你跟上去你就是受益者 你的灵的重量 灵的量级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以至我们再强调一个 离挂运的到来 也就是2024年 之前给大家讲了 我们这个时空 是每180年转换一次 这就是中国古代先者们的发现 不是一种发明 这个每20年 地球 这个大家知道 它是随着太阳系 在银河系中的这么一个星球 它首先是围着太阳转 太阳系呢整个 又围着银河系在旋转 银河系呢 也在这个整个的宇宙中 有无数个银河系在运动着 所以是每180年 天地将进行一次大的变化 这就是我们八卦九宫运 每20年走一卦 那么在24年之前 到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卦运呢 它是走在更卦运 我们知道有千、坤、坎、离、正、训、对更 那么还有一个中央的离挂运 所以是这个 我们现在呢 马上就进入一个 24年以后进入一个离挂运 离挂运 更挂运 在人法地这个层次 我们看到这20年 富裕起来的这个大伤 基本上都是搞房地产的 那么因为跟这个 更熟土 土上起高楼 这个更的形象它是一座大山 所以是在平地起高楼 那么这个事业就会十分的发达 所以基本上这20年 出来的这个富商 基本上都是这个地产商 包括李嘉诚 华人首富 这个地产商 那么但是大家也看到 中国有一个恒大 现在出事了 那这就告诉你要坍塌了 到24年之后不能再玩高楼大厦了 为什么你再玩 就要像恒大一样 是起不来的 所以是 那么什么事业会转轨成 什么事业会兴旺 这个离它有个特点 是熟火 八卦中离挂熟火 那么就是火运当星 火运当星 火运当星离的特点熟火 是中空 本身离挂 离中虚 两个坎 这个两个羊咬 中间加了一个阴咬 离中虚 它就是一个中空 本身一个中空 这么一个特点的试验 另外呢 就是一个虚拟的一个试验 会重新替代更挂月 兴旺起来 那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现在 现在属于这个文化 灵性 这个虚拟 因为它是中空的 属虚 中虚嘛 对吧 离中虚 坎中满 这个你们背过八卦的 这个卦画的都知道 所以是人的这个 这个人类的思想 就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这个改变 更挂是使人这个更注重物质的东西 这个看到了要看得见的 离挂呢 是人们开始重视 不是看得见的 是你的灵性上的一种神话 那么也就是说 太阳 包括银河 包括银河带入我们的地球 转入了一个新的时空点 所以在这个时空点 那么有一个 就像一个齿轮 你们知道一个齿轮 跟另外一个齿轮要卡着 然后这个机器才能真正的转动起来 所以当从一个齿轮 要转移到另外一个齿轮的时候 这个叫天地 它要转动它的盘 转动它的盘 转动的盘 那么它就要完成一个 新的时空点的一个布局 那么在转动的这个过程中 能不能给它一些运化油 如果能够给它运化油 它就不会脱轮 这个轮子 齿轮它就不会脱掉 它就会有序化的 这个按照一个齿轮 再卡另外一个齿轮 它就卡上去了 啪 就转过去了 如果是缺乏这个运化油 或者是怎么样 那么它在卡入下一个时空的时候 可能就不那么吻合 不那么吻合 因为梨挂韵 它是人的灵性的一个 一个完全的觉醒的这么一个时空 就是八卦在边上成为八门 这个中宫 梨挂属于中宫 中宫 从外围的八个门回归中央 是这个南北东西 东北西南 这个西北东南 所有的东西 无论是能量 无论是这个 厂性 它最后要归中 归到中央的那个中里面去 我们叫黄庭里面的一点真里面去 就是人类的灵性就豁然的 就一个大觉醒的这么一个事情 那么在剩下的这两年时间 我们这些为人类转轮的 这么一支队伍 就会十分的繁忙 繁忙在哪 就是为这个 黎挂人 这个整个六道众生灵性的觉醒 要使它能够吻合 而不是脱轨 所以在一些卡住的地方 我们要去调一调 去调一调 当然这个 这个说起来都是神话故事 人 人你能干什么 一般人就笑话我们 你们在吹啥牛呢 你还能转动 整个这个时空场的轮 叫转轮圣王 你怎么可能去做转轮圣王 领着一群转轮王 去把这个轮子给它转动 推动历史的这个巨轮 去吻合着时空的发展 一般人他就是在笑话我们 而是这些一群疯子 我们这次去了小分队 因为无兵可用 为什么无兵可用 你们这些大忙人太忙了 每个人请不下架 放不下 所以最后我只好带着 我家的四个童子军出征 然后又带了几个办公室的随行人员 又在当地调动了一些人 但是这些人 包括孩子们都很辛苦 你们可能以为师父师母带着孩子们去游玩了 到这个美国到加拿大去游玩了 但是跟在身边的人都知道 就是日夜兼程 不吃辛苦 就是去钻山林子了 钻山沟了 干什么去了 调食工厂 这些美国的国家公园还有一个特点 没有商店 不卖东西给你 你带着什么你就吃什么这一天 早晨带一点 中午买不到饭吃 那你就是要自己带什么吃什么 都是凉的了 晚上深更半夜回去 饭店又关门了 那这个有些地方我们还能够煮一点 那大部分地方又是吃凉 早晨再吃一点 所以日夜兼程 辛苦 孩子们也辛苦 放了一个月假 啥也什么大城市 什么迪斯尼乐园 什么这些 他们这个儿童乐园 这些没有一个渠道 就在干什么 就在钻山沟 钻山沟干什么 就是替北美这个大陆整骨 这个人类的贪欲 把这个地球的场性 这个泪弯了腰 那么我们地球上的主场性 以前很多人误以为在中国大陆 实际上 这次调完场才发现 真正的 我们整个的地球上的时空场的主场 是在美洲这个大陆上面 这个美洲大陆呢 它像一个巨婴 婴儿的婴 巨婴 是一个完整的全西的一个人体的这么一个地理 全西的对应的这么一个大陆 那么这个大陆它发卖于东北 开门 之前给大家讲了地球上有这个八大门 在东北是在这个秦门敦家里面它是开门 所以这是喜马拉雅山的发卖地卖 从东北方向延伸到这个长白山 然后入海 白领海峡入海 穿过白领海峡到了东北方 在东北方推出一个圣婴 就是整个美洲大陆 大家知道美洲大陆它的特点 就是它是不相连 它是一个大西洋和太平洋环抱的这么一个岛 如果你看它就是个大岛 所以是它的头部在哪 头部我们在移情之前 已经调过了 就是在这个陆基山加拿大这个方向 整个陆基山脉一致到温哥华 那么一致到这个 这个喀尔加里这个区间 那么这是它的整个的喉咙上方的头颅这个部分 我们在沟登谷那个地方是 叫内院 迷了内院 就在鲁脑腔中央黄庭的那个位置 叫上黄庭 真正的这个 我们在那个地方用了几年的时间 进行了移情前进行了一个调整 所以是我们在移情前 已经完成了这个 这个时空场的这个一个调控 并且在那个地方讲了这个黄庭经 上部没有讲完 讲了一半 那么 这次去美国干什么呢 就是调它的脊梁 但是你们人身后都有一个脊梁骨 脊梁骨 那整个美国这个圣婴 这个婴儿这个大陆 它的长性 是肋弯了腰 因为被我们整个父母 父母类 父亲是谁 父亲是亚洲大陆 然后母亲是欧洲大陆 所以是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 抱了一个巨婴 就是美洲大陆 是这样你从大地理上 可以去这样想象 你们学过地理的 所以是我们这次去 重点调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后面的 我们叫腰杆子这个地方 什么叫腰杆子 就是你的脊椎骨的命门 到夹脊 到上面的夹脊 这个区间的骨 这个大家知道我们的骨 是一节一节组成的 中间是随管 中间随管 那么因为人类的欲望的瘫 人是一个 我们这个时空场的 很关键的众生权 众生权有六大众生权 天道 修罗道 人道 畜生道 地狱道 恶鬼道 这是六大众生权 那人道是一个 这个 我们这个时空中 很关键的众生权 为什么 人能鸿道 人能鸿道 也就是人顶天立地起来 可以撑住 我们所在的六道时空场 为六道众生找一个出路 如果人不能鸿道了 道在我们这个时空场中 就淹没了 就被关闭了 就无道了 以前说叫无道昏君 我们今天可以说叫无道昏人 你们是一群什么人啊 无名的人 无名的人是什么 就是昏啊 昏昏沉沉的昏 就是一群昏人啊 不是昏水的昏 是昏迷不醒的昏啊 一群昏人 因为无道昏君 你们是无道昏人啊 为什么无道 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类 所以从我们发明了 所谓的这个现代科学之后呢 大家以为科学就证明了整个世界 整个宇宙的实现 全部迷信于科学 尤其迷信于现代科学 那么到2012年冬至日之后 特别是2013年全世界的科学家 认知了一个真理 我们今年的科学 对我们生存的这个六道空间 只进行了4%的研究和描述 而对96%的真实存在的 按物质 按能量 按空间 知道存在 他们已经公开承认这个世界是存在的 按世界 按物质世界 按能量 空间是存在的 但是对其中的真实相一无所知 但是恰恰是我们现代教育 给了我们一个错误的知见 认为我们人类 已经掌握了我们生活的空间的全部的科技 实际上只占4% 我们在课程中反复提这个比例书 希望你们转换自己的思维 不要再紧紧停留在延续着错误的教育 迷恋在4%的物质世界中 这是一个教育的结果 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 你要有房子 你要有钱 你要有车 最后你要扬名立万 光聪耀祖 光聪耀祖就是因为有很多钱 把人类的价值观 世界观扭曲成物质世界的 把精神世界完全抛弃不够 这是我们错的离谱 错的离谱 2024年要对这样的世界观 这样的价值观 人生观进行一次全盘的否定 这就是人类灵性觉醒之后 要做的一件事情 有一群人要成为骨干 推动这样世界观 全新的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的骨干 这就是仰来在座的各位 虽然在这个世界上 今天讲佛教 讲道教 讲基督教 各大宗教 传教者 很多 信众也达到了40多亿人 我们现在有70多亿人 正信佛教的 正信道教的 正信基督教的 这些我们说 他还是追求着圣贤教育的 这个人群有40多亿 邪教组织并不是很多 但是即便是一个正教机构 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 并没有真正的看到 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真正的觉醒 都停留在一些皮毛理论上去 而缺乏了使我们这个六道生存空间 终究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技术方法 他们缺失了这个部分 你知道这个佛像很美 你也很喜欢 你也很赞赏 那么请你把它造出来 如果没有技术 没有技术方法 你只能是一张图纸 你并不是有了图纸 你一定能造出佛像来 这里面太多的技术成分和技术含量 你需要把琉璃提出来 还要加彩 还要有模具 模具的尺寸还要很精准 眼睛多大 鼻子多大 然后脖子多细 身体多细 身体多粗 一个模具里面要灌多少琉璃进去 才能翻出一个琉璃像来 是不是 真正使它成功的是技术 并不是你的愿望 并不是你的理论 并不是你画出来的那张图 是真正的技术方法 技术含量 那么我们今天 整个人类的缺失的部分 不是缺失理论 因为那些经书都还在 无论佛家经书 道家经书 还是耶稣基督的经书 都还存在 古老的匪托经 犹太人的羊皮卷 这些都在大英博物馆里 都还真实存在 但是里面的这些经中 所含的特殊的技术方法 做不出来 所以为什么对大家寄予了厚望 我们这几年传道 也收了一百五十多个徒弟 虽然这中间有一些也是不感兴趣 人家不感兴趣离开了 说好听一点是这样 不要给人家一个被师判道的一个罪名 但是不感兴趣 对我们不感兴趣离开了 去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有一些不是很多数 我们也累积了大概几千人的学生的资源 大概目前如果算下来三四千人是有的 我们没有着遇于在这个方面 那么我们也累积了一批信众 信众我们在新加坡也有几千人 在全世界呢 光是最近我们看了一下 油管 YouTube上面的注册 就是他们要注册 看我们 接收我们油管信息的是1.85万人 那这算不算信众 这是忠实的信众 不然他不感兴趣 他不会上去注册你的东西 那么我们最近看了一下一个视频 冥想窍诀第一讲 那么观看人数是66万人次 66万人次 也就是说有66万人次去点击这个视频 这都我们没有像人家专门请网络操作手去操作的 真正是自然而然的 他们达到了这个水平 那这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 就是人类真正的逐渐的那些有灵性 有灵觉的 他们还没有太蒙昧的这群人 开始苏醒 开始觉醒了 开始寻找了 开始寻找 寻找的是什么 技术方法 并不是去寻找经典 但是这些人 需要谁去引灵 将来我们预计预估是一百万人在追寻着我们的东西 一百万人 这个快五年内达到这个数量 慢十年内也一定会达到这个数量 这么巨大的一个人群需要谁去引灵 实加木尼发明了一个很好的东西叫僧团 僧团 僧团有两种人组成 一种是出家人 比丘尼 比丘 这是出家 出家人 那么还有一个群体就是 尤破裔 尤破赛 就是在家居士 男女居士 这个僧团 在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 释迦牟尼弘法立生 其他的巨大的稳定和推广做 所以我们要建一个巨大的弘法团队 这些弘法团队的骨干 要引导一百万人去真正的使用技术方法 所以最核心的是你们这些徒弟 徒弟跟学生的最大的不同 是你递了一纸文书 表奏书文给天庭 不是给师父看了 你们坟的一个表奏书文 存在玉皇大天尊的文书档案里了 是你们发愿 为罪苦众生要实修实证 为罪苦众生要舍自己的小家庭 舍自己的小事业 为大众 为普罗大众 为六道众生去做事情 不是师父拿刀逼着你的 是你自己发的誓愿 发的誓愿 所以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特意想 只想召开一个徒弟会 而没想做一个科大会 那后来是因为缘起 刚才说有一些不是徒弟的人也想参加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一个缘起 就开放了网络 允许不是徒弟的人也进来听一听 关心一下未来时空要怎么转变 我们所面临的这个人类的社会 将迎来一个新文明的一个特殊的时期 就是规中时期 八卦规中 一百八十年的后二十年 这样的一个时空 那么这个时空过了以后 二后二十年之后 再来的新的一百八十年 天盘地盘众生盘 都在更高位的时空中 进行进化和发展 这就是我们百年教育 要负责任的事情 所以是 那么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事项 是不是只是张不生在操盘 在做这件事 不是 你们太小瞧了 法界的力量 这里面有欲界天天种 色界天天种 无色界天种 你们真的信吗 真的信 难道他们不管我们这个时空吗 真的信 难道我们这些祖宗们 他们生了天界 他不管他的儿孙吗 除非你不信 你不相信有天 你不相信有众生 你只相信你自己 你要真信 这次我们在金马轮 让你跳着高的往上看 让你神有九天 去看看九天世界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世界 让你神有九地 深入地这个空间 这个时空场中 去九地去 去学习 深入九方 广大圆满到九方世界 突破自己肉身 这么个狭隘的 一个小躯壳 不要再在躯壳中混 所以时空 很快就会来 两年 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你们还是在那么自私自利 还是把自己发了四空誓愿 丢到脑后 只管自己 你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对不起自己的天良 是你发的心愿 不是我的 是你发的内心的 上了九支香 烧了表作书文的 接受了天地的灌顶 接受了众生的恩赐 结果你们都用到自私自利上面去了 没有真正的为道现身 为道 舍弃自己的自私自利 这是大家要自责的这个地方 因为你们的信得出了问题 没有真信 没有真信有六道 没有真信 我们只是师父手中的一个拐棍 师父手中的一个导线 我们要替师父们完成 他们 五十节以来发的大愿 阿弥陀佛靠你们 观音菩萨 大师智菩萨 没有肉身在人间 靠你们 地藏王菩萨 天上的凡天 天龙八部 很多没有肉身 你没有肉身 你们的肉身可以红道 人能红道 不是道能红人 这就是释迦牟尼 为什么珍惜 反复让我们珍惜肉身 你有肉身 有人身 这个机会是多么的宝贵 反复强调 人身难得 狭安满的人身 难得 你不缺 你不瞎 你不聋 难道就那么凑巧吗 不是 是天选 你们是天选的 来红道的 天选来红法力生的 不是来做人的 所以是自己违背了自己的良心 违背了自己的天良 要自行 什么东西都以自己 自己的愿望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念头 自己的愿意不愿意去做 而忘了 六道众生 眼巴巴的看着我们这些人 上界师父指望着我们这些人 你忘了 你忘了你是谁 你忘了是天选之棉 人中豪杰 人中精英 不是我选的 是天选的 你们被选中了 就应该放下自己 你们对中国近代史可能不太了解 但是中国人很了解 当年毛泽东 为了解放全中国 让劳苦大众 那个时候地主老财 才有饭吃 豪门一夜饮 路有洞丝骨 四亿人里面 可能真正能吃饱饭的不到四百万人 大部分人都是被博削被压抑着 所以是毛泽东他领着军队 得民心 分土地 给劳苦大众 很多泥腿子原来是农民的 跟他走上了解放全中国的路 谁带着老婆去打仗了 谁带着孩子去打仗了 不是把老婆孩子都扔在家里吗 谁去打仗要参加革命 要老婆同意了 要父母同意 很多人父母动替 不同意他也去参军了 老婆孩子扯后腿 他也去参军了 这是一种什么 气概 英雄的气概 是为众生 舍家舍业 舍掉自己个人的利益 去为更多的众生的利益 去奋斗去拼搏 大不了没活干 没工资拿 重新开始嘛 放不下自私自利 这个缠着不让你去 那个缠着你去不了 自己的因我心作怪 不想参与 最终还是自己的信心出了问题 信德出了问题 你不信 你不信有六道 你不信六道众生都仰望着我们 人道这些骨干 这些精英 这是天选之民的天民 去帮助他们 引导他们 做他们的向导 是很多人笑好我们的 而且你们这些人 还把美国的病给治了 把美洲大陆这个残疾儿 给救活了 就你们这几个人 不是就我们这几个人 只不过我们用了这几个区区的人体 那天上天下来的可是千钧万马 数不清楚的 当然也有你们这些 人不争气 神还听调的元神 参与其中 很多人反应 我们又不行了师父 整天就要昏的鸡一样 睡不醒 那你为什么人不跟上来呢 你为什么只想神去 你人干了什么 那无非还是因我心很重吧 无非还有放不下 舍不得 不愿意嘛 人倒是听仁义的 还是听天义的 有些说我去不去去 我说你问你的神 问天 我不敢问 因为我问了他肯定要去啊 那你为什么不去 不是你自己的因我心在作怪 你的仁义在作怪 仁义怎么修道啊 既仁义存天理存天意 听天命 连这些道理都不懂 你怎么能撑起 这个六道空间 怎么撑起这个140亿年的宇宙的时空场 信 信很重要 大家就是没解决这个问题 不相信死后有六道 不相信会有三个道等着你 你是一点灵光 很小的一点灵光 当年我的师父熊春俭教授跟我说 说你这个家伙不好好修炼啊 你下辈子变蚂蚁 我就跟他 这个斗嘴 我说我这么大的身体 你说我下辈子变大象我行 我钻到大象的肚子里了 变成大象了 你说我变成蚂蚁我不行 他那么小我怎么进去 我进去就把他撑死了 不明真相 不懂得自己只是一点灵啊 一点灵小到针尖大小 头发烧了百万分之一 那么大小的一点灵 你都可以变成细菌的 你都可以变成蚂蚁的 变成昆虫的 不是你这个肉身 肉身你拿去烧了 拿去埋了 你是鼠灵 你要相信你是属灵的 因为人有来生的 此生不是最后一生 但是我们希望是最后一生 不再入六道的最后一生 但是对于更多的人 此生不是最后一生 只是一个轮转 还会轮回的 还会轮回的 你要认知真正的认知 畏惧三恶道的苦 这次做法会 这次做法会 中元节 我在现场大发雷霆 表面上看是师父在发雷霆 你不知道是众生震怒 大家是越做越不相化 草草了事应付应付 没有真正的投入自己的心 投入自己的德 投入自己的真心真意去做这个法会 只是敷衍了事 法会完了 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接下来的地藏菩萨圣诞 才能完成中元普度 鬼门将在这个中元这个最后的这个月的 这个最后一天关闭 刚好那一天是地藏菩萨的圣诞 我们提醒延后几天 因为要也要满足你们星期天才有时间 把这个才能圆满了 六道众生太苦 地狱众生太苦 当舍的你们没舍够 当度的你们没度完 于心何人 所以大家要真信有六道 真信此生不是最后一生 我们畏惧三恶道的苦难 我们畏惧三善道最后还要再度三恶道的轮回 所以我们这些人才去实践 古圣先贤留下来的技术方法 只有用技术方法才能把自己这个半成品 甚至说你是个废品 变成一个金刚不坏的成品 身 报身成就 你在有希望活着成菩萨 活着成神仙 活着度众生 所以说我们这一批人是独一于人的一批人 我们跟真的实俗的人是不同的 你一定要认识 他们舍不得的东西你要舍 他们贪婪的东西你们不要贪 他们天天称恨你不能称恨 因为你们不是人 你们是菩萨 你们是天选之民 是培养你们做菩萨 做活菩萨 做活神仙 这有六十 现在是七十多亿人在等着你 还有数不清的蚂蚁昆虫 动物 恶鬼道众生 地狱道众生 天道众生在等着你们 数不清啊 无数亿啊 无量啊 就靠你们这一点人啊 所以你们配不配做 我们太上玄礼门的徒弟 问一下子 徒弟是师父会的 你得会 师父做的你要跟着做 很多人 法会现场不来 就那么忙吗 很多人烧这个火供现场不来 就那么忙吗 还不是自己的信心不到位 还不是自己 没有真正利道心 去仁义存天利 去仁义存天意 奉天成月 跟着天意去做事情 而不是跟着你身边的那些亲人去 那些因我的意念去做事情 所以这次我们去美国 是干什么 去给这个残疾儿 就像你们也有个圣鹰 都残疾了 为什么 勾入这个腰 全这个腿胳膊 伸展不开 五脏六腑都积在一块儿去了 所以是先要把它的摇杆子直了 在哪儿直摇杆子 从这个黄石公园 黄石公园后面对着厂性 对着你的甲脊 是这个心肠 心肠 然后开始 从甲脊往下调一节一节的谷 调到旧金山 因为整个美国西海岸 大家看这个地图 美国西海岸 你看这个山这个部分 山这个部分 这就是它的西海岸 往那个方向呢 是它的这个 东海岸 纽约 所以是整个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场性 它就是一个人体的一个场性 那么从西海岸这面 太平洋这一面 就是整个是一个人体的脊椎骨 鲁脑腔是在这个 洛基山 卡尔加里这一带 这个山区 这个猴这个部分呢 它是开口 开口是在 二尼瓜大瀑布 五大湖出口的部分 整个这个 像大西洋 开口的部分 那么里面有大城是多伦多 沃泰华 再加蒙特利尔 然后入海口 那么它的肺区呢 肺区就是这个 五大连湖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北美 有五个连湖连在一块 和人体的五叶肺是相应的 黄石呢 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活活山 所在地 那就是你的心脏场去 所以是它对应着的整个的这个 北美的这个 场性 所以是这个叫人法地 我们叫第一个修行部分叫人法母 第二个部分是人法地 第三个部分才是人法天 第四个部分是人法道 啊 那么人法地这个部分 人法地这个部分 那么我们在寻找的一个大地 啊 这个大地呢 它对可以对应着我们这个人体的全息 你的颅脑腔 喉轮 胸腔 下腹腔 啊 啊 那么整个的一些大的 官窍 啊 大的官窍 你要什么 你要一一的去对应 对应着 你使用这个大路 啊 这么一个 呃 时空 就是留在我们地球上的一个特殊的 这么一个时空场去修炼 法这个地 也就是把他的脊椎骨 腰杆子称直了 你的腰杆子就直了 你们经常打坐 让你们熟制自己的脊椎骨 啊 熟制自己的脊椎骨 但是很多人一会又弯了腰了 塌了这个腰了 弓这个腰了 你只要一弓腰 你的五脏六腑就被挤压了 哦 即便 你只有脊椎骨称直了 胸腔伸展了 双肩微张 胸腔伸展了 你的五脏六腑 各得其位 肺在他的位置上 心在他的位置上 啊 你的这个 心肝脾肾肺 后面的胃 肝 脾 啊 这个然后子宫大肠小肠 各就其位 各 就其位 然后 你们学过黄听经 那么 所有的神就各就其位了 你挤压着那个神 不愿被压着他走了 他不在了 他不在了 叫尸神了 丢魂蜡破尸神了 所以是很多东西大家要知道 看这个地图呢 这个部分 这个 先从这看 这就是你们的喉轮 这个 开口 像大西洋的部分 那这面有五个 大湖泊 啊 这是北美大地的 整个这个 在加拿大和温哥 加拿大和美国 边境的五大莲湖 总共有五个湖 你们有几页肺啊 几页肺 五页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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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侧 它这个是反着的 因为它是爬着的 它整个场景是爬 因为脊椎骨侧弯 它是爬着的 爬着的呢 左侧是两页肺 右侧是什么 三页肺 咽喉 从这个肺上去 开 开窍的地方 是这个 这条河 这条河 它这个 尼加拉瓜大瀑布 是在这个 湖的 这个开口 进去这个 入海的这条河 这是你们的 喉咙开口的 这个地方 所以这是 在尼加拉瓜 要修喉轮 喉轮 鲁脑腔里面是 中央 黄庭 上丹田的 黄庭 那么就在我们的 沟登谷 顶轮 在 罗伯森山 鲁脑腔 鲁脑腔 在 那么这是我们之前 之前 移情前 带你们去完成的一个场景 完成场景 但是 一直没有机会 再往 美国这个地方去延伸 那么 后移情 结束以后 美国先开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 调控美国的时空场 前夕对应着 这个就是你们的肺部 还有呢 这个 后腰的这个地方 在整个的 从这个 黄石大概在这个位置上 黄石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它对应的是 这个后面的夹肌区 往下 你看这个 是人类现在已经隐藏的 尾骨没有了 我们人类进化那个尾巴骨啊 猪有个尾巴棍 牛尾有个尾巴棍 你现在是没有了 但是它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尾巴棍 这是南加州 洛杉矶往南的南加州 所以我们整个腰杆区是从黄石开始 心脏后面的夹肌开始往下调 一致调到洛杉矶 调到洛杉矶 中间有幽山美地 幽山美地公园 那么整个的这个追馆完成 完成 完成了以后这个 当时这个有一个工作人员随行 他就说 师父我现在想弯怎么弯不了 他这个在场性完成之后 他就给我 因为他比较天真一点 没有太多的人欲 所以他在那个场性里面 他说 师父我现在想这样 弯腰怎么换不了 他说你就对了 因为现在整个腰杆子直 我们终于从这个 腰杆子直 那个时候调完了以后呢 就有一个新闻 是黄石公园发大水 发大水 发大水的那个新闻报道出来以后 当然也造了一定的天灾 死了不少人 但是我们就知道 哇通了 什么通了 你们这个黄石相当你们的心脏 你们心血管里的那个流量不够了 血液动脉和静脉里的那个血管里的流量少得可怜 那么他通了以后呢 就是大洪水把所有的河谷都填满了 原来的河床这么高 现在只流这么小的水 结果是不知道哪来的洪水 是整个黄石的所有的河流全部都满了 满上天了 那就告诉你 这个是什么 就是已经把心脏场区调好了 然后所有的这个血管里面 毛细血管 动脉静脉全部都灌满了水 液体 为什么要这样的 大家一直担心黄石公园会火山爆发 没有足够的水 去中和那个热 就早晚可能很快就爆发 一旦黄石公园的火山爆发 就是整个人类的毁灭性灾难 是什么呢 就是小冰河几 因为它的火山灰爆发了以后 它是超级火山 会遮蔽整个地球的大气层 然后是太阳光照不到我们的地面 长期照不到地面 就使草木什么呀 都就因为温度不够而死亡 没有阳光而死亡 草木大量死亡 以草木为食物的动物就大量死亡 人类也没有庄稼 甚至火山爆发以后的火山灰 会侵害你的肺 使大量的人死亡 因为你没办法呼吸 所以是人能弘道体现在哪里 你们的师父从来没有去炫耀什么东西 但是你们跟他这么多年 你们见证的奇迹还少吗 你们跟着南征北战 少吗 你们不是见证者吗 那些只是说说每次都是那么巧合 要下雨了念个咒不下了 要到了一个地方干旱 念个咒下了雨了 把干旱给解除了 调了个皇室公园 把所有的河谷都填满了 那火山的温度不就刷 就降下去了吗 都是水啊 所以整个的脊椎骨直了以后 整个的美国的身躯它就展开了 全躯的残疾儿 它就伸染了自己的脊梁 人要挺直自己的脊梁作然 那人法地这个地的脊梁弯曲了 它就会影响生活在那片土地的人 所以人就变成了奴隶 什么样的奴隶 财奴 赚钱的奴隶 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的美国的消费是什么 就是花银行的前线 并不是自己有多少钱花多少 而是先花银行的钱 花了钱你必须去做工 因为你要还银行的钱加利息 房子是贷款的 车是贷款的 你什么都是先花钱后还债的 你不干不行 所以你变成了房奴 车奴 财奴 所以是变成了奴隶 为什么 卑躬取起 被物质所累 不以物质 不以己悲 人要活得有那么一点精神 你们被物质迷了双眼 压弯了腰 赚的钱每个月不够花的 因为要我替银行打工 因为你用了人的钱要换利息 这就是美国的现状 所以是整个的人类的胎语 在美国这个大陆上 彰显了一个特别的极点 那么以西方的价值观影响了整个人类 使我们连累了欧洲大陆 连累了亚洲大陆的众生 我们亚洲原本是以人的精神 活出自己的崇高精神为目标的 但是现在贪得比美国人还厉害 贪得无言 就是赚钱赚钱赚钱 赚钱吧 美国人还有个好处 是不存钱花钱 还也不怎么冤枉 亚洲人有一个最大的毛病 叫守财努 赚了钱不花给儿女攒着 给未来攒着 攒着攒着死了 死了你的钱 哪里去了 所以这是亚洲人的病 既做财努房努车努 又做守财努 舍不得花 制房子 制地 一个房子不够 制十个 十个不够 制一百个 你看中午那些贪官 污吏都干什么事了 买房地产 名下一百个房地产 名下多少 你说 你脑子有病没有 没病 为什么 被教育坏了 灵魂丢失了 精神丢失了 变成守财奴了 变成奴隶了 为钱打工了 为钱活了一辈子 被钱牵着鼻子 做牛做马了一辈子 欧洲人好一点 人家是没钱 挣钱 挣完钱 不做工 去满世界的跑 满世界的跑吧 你到时候去为自己的灵性 去meditation一下 去修炼一下 也就对了 你结果是吃喝玩乐 这又变成虚无主义了 也错了 就是东西方文化 今天都得病了 治病的医生 靠一群真有本事的人 你先要把那个地 人法地 你先把那个地给他调好了 大地的这个腰杆子直了 人的腰杆子才直了 神的腰杆子才直了 你才有希望去拯救那里的众生啊 所以是全息性的一个 一个大地里的一个结构 在美洲大陆展现出来 那么心脏场区 肺部场区 刚才都给大家讲了 大横格膜 是从这个 纽约 到这个旧金山 这一个县 这一个县有个交汇点的城市 叫省路易斯 省路易斯呢 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字 一个圣字 三个田字 摞在一块 上面一个草子头 那个字 独雷 圣雷 因为当时我们点整个美国的黄庭 到底在哪里 最后上面指示 说你 因为这个回头在金马轮 这一次是很重要的课 就教你怎么到天上往下找 因为美国大陆这么大 你坐飞机 你这个飞多几个小时 东西方 南北方飞几个小时 你没有办法 你人怎么去找 最后师父说 你上来 你上来 你到天上来 到天上来 找一条河 找到那条河了 就能找到黄庭 找到黄庭了 最后我就上去一看 哇一条黄龙 大河 南北贯窜 最后我就问 这学地理没学好 这个历史地理很重要 没学好 最后一查 这个河是什么 密西西比河 从南到北 一直到这个 南边的休斯顿入海 到墨西哥湾入海 这才找到了黄庭 找到了圣雷 这个圣路易斯 他还有个中文名 叫圣雷 三个田楼在一块 你们知道阴土 阳土是吗 真土 所以你们要学点真功夫啊 师父如果没有学点真功夫 怎么能够懂这就是呢 三个田吧 阴土 阳土 真土 螺在一块的那个地方 不就找到了吗 再去找山江水口 寻真种 找到山江口 就找到了那个点了 所以是黄庭在圣路易斯 圣路易斯有个大门 他特别的一个典型的建筑 就是一个大圆 拱起来的叫一个门 一个大门 把那扇门打开了 就把美国的整个中厂打开了 中央厂打开了 他的玄关在哪里 他的脉线怎么造 我十分赞叹 美国人是属灵的 人家的文化的主题思想是 耶稣基督的思想 他们承认他们是上帝的选民 美国人是上帝选中的人 安排在美国这个国土上生活的 人家是这样认知的 人家自豪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真的是 为什么 那里的工程师太厉害了 他们不懂中国的风水 不懂中国的砍鱼学 居然每一个建筑建的完全符合风水 符合砍鱼 建到那个血场上去了 建到那个点上去了 那么我们美洲的原住民到底是什么人 他为什么会给那个黄庭起名叫圣蕾 这不是我起的 这是原住民起的名字 印第安人起的 最古老的华人 翻译圣路易斯不是圣蕾 叫圣蕾 那不是有本事的人吗 有功夫的人吗 可是我们最终也确定 印第安人是我们古老的 这个人记得一万年前移民到美洲大陆的原住民 不是商朝过去的 是在一万年前 那个时候的海平面比现在低四百到五百米 白岭海峡是陆地 从那个地方直接过去了 后来白岭海峡的海水才涨起来 才变成海峡 我们更加确定了 在远古的时候 这个人记得师父们 已经选中了美洲大地 将来是很多 这一生要做活神仙 活菩萨的人的修炼道场 可以全息地使用 美国的整个的这个巨鹰 这个圣鹰的大地里 通过人法地 全面地改变你的肉身 这个地 你肉身的地就是骨 就是肉 我们在整个性命双修里面 命功是极其重要的 如果你们的肉身有漏 肉身的脊梁不能挺起来 你的神就只能做浓壁 弯这个腰 哈这个腰 点头哈腰 取起悲公 你不能够真正的顶天立地的做个男子汉 做个大丈夫 去顶起这一片天 单起这个 我们这个人记 是人类真正的 全部回归成圣的一个责任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 我们所传的道 是为弥勒菩萨来到人间 这个娑婆世界 变净土 在反复地 调控着场性 摸索着经验 你们就是不信 信一信好不好 要信就掌声一下 要信 要相信 你不是人 你是被显中的 也带着任务来的人 你从天上来的 你从法界来的 你是从菩萨道中来的 愣眼睛都告诉你们 这个污浊恶事事先入 我们是这个世界不像样子了 道德沦丧 人类都极丹地走错了路 被教育坏了 我们才来做人中的豪杰 做人中的脊梁 做这个世界的脊梁骨 所以说我们才能去调美洲的脊梁骨 美国大陆的脊梁骨 那么我们也发现它的肚脐在开罗 这个美国南部有个城市叫开罗 不是埃及那个开罗 结果我们找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让工作人拍了这个录像 都是鬼城 所有的那个城市里面都是鬼屋子 找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 鬼宅里面到处都是鬼 那就是人体的肚脐下去是九大地狱的地方 我们去了那里寒风凛冽 夏天那个地方阴风七七寒风凛冽 那是夏天 乌云密布 我们在那办了个小超度 瞬间 风就止了 然后乌云就瞬间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这都有 有见证 我们录了影了 我们为什么在这个阿肯色州 罗杰斯那个地方选中了一个产业 做了一个闭关中间 那个我们花了一百三十万美金 这个联合当地的一个学生 梁先生买下的产业 他们拥有百分之五十的股权 我们拥有百分之五十的股权 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九龙惠珠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生发宫所在的地方 全息对应着人体的生发宫 当时车到了这个厂信以后 我就问师母 他在旁边做护法 我说有口水了没有 他说我刚吞了一口 为什么 一路我们把奔刺在路上 跑六七个小时开车 很辛苦 但到了那个厂信 一股能量下来 很清凉 我体验到我就问他 我说是有口水了没有 他说刚吞了一口 那就不是我说有口水 他才有口水 他是先吞了口水做见证 所以这个琳娜到了那里 他就特别喜欢 这个人心浮气躁 但到了那儿 就成大厦贵修了 又温顺 又没那么浮躁了 这个地方好 我还要再来 我说你必须再来 因为这是生发宫 是你们人体的生发宫 所以你们相信我们不是反复 怎么知道 我们从纽约去 这个尼加拉瓜大瀑布的时候 然后师父们就在加拿大 跟我说话 说什么 他说你都跑到我家门口来 因为这个尼加拉瓜大瀑布南岸是美国 北岸就是加拿大 你不来我加拿大 我就跟他们抱怨 我说谁要你不给我老婆签证了 你们师母的加拿大签证 她拖了两年 疫情疫情不给签证 递了多少材料也不给签证 我说我老婆没签证我怎么过去啊 结果是头一天晚上做的梦 你们看是梦还是真的 结果最后那边的那个神明说 这个好办好办 立马签 我说开什么玩笑 我们人在这个美国 你让我去拿加拿大签证 因为加拿大签证非得要在加拿大 新加坡使馆拿 但是这个好办 非签非签非签 什么意思 坐飞机给你来办签证 我梦醒了 我还说 这一场胡乱的梦 怎么还非签 还要立马给签证 让我去加拿大 然后结果是 我路上就 私停在车上 我就在那唠叨跟师母说 还做了一个梦 应该你的签证没问题 她说胡说八道啥呢 还非签非签 我怎么回去啊 也当着不当回事 结果到了那家拉瓜大瀑布的时候 这个刚好有网络了 路上都没网络 然后打开手机 苏小姐说 是我们的签证批了 但是一个月之内必须回来 签不然就作废了 给十年的那种 中国护照给的签证 最后好 刚好孩子们度假 他的假期要提前 他要回来 我们两个工作人员回来 把他护照带回去 然后丽娜呢 又拿到签证 又把护照飞着 送到美国去了 掌声一下 飞签 什么叫飞签 你说是梦 你说是梦吗 是梦 是梦就这么巧吗 后来实在太累了 再走到这个美国 洛杉矶最后一站 说我们下次去加拿大吧 然后我们回家 这一次不去加拿大吧 一去又要十来天再回来 我说你敢不去 你不怕遭报应你就不去 人家非签都签给你了 你拿到签证你又毁约你不去 我说我怕遭报应 你回去吧我去 他也不敢 他也就跟着去了 果真又去把那个时空场上次调了 两三年没动 又堵塞了 又把它顺了 整个从头颅 喉轮 肺部 心脏 脾胃中空 肝 肾 肾是在这个后腰这个地方 这个当你的脊椎骨 真正能中正的 腰杆的挺直 你的腰就不会再腰三被疼了 整个阴阳和谐了 因为它那个火 在内景图你们看到 它是从这个 脊椎骨里面推出去的火 这在命门火 命门火是你生命的这个原动力 如果命门没火了 你就离此差不远了 所以这个命门火地在哪里就特别的奇巧 它就在洛杉矶和旧金山中间的中央地带 在幽山美地这个区间 两山加一谷 那里的草全是黄的 为什么是火地 有草但是全是黄的 然后幽山美地就动不动 树林火灾 树林火灾 森林火灾 为什么 你没有办法不让它火灾 为什么 那是命门火地 说命门里面是空的 不是你们说的一个point 是一个洞 是一个hold 是一个洞 这个洞是你的骨髓 骨髓里面的那个火要生起来 所以一定要到洛杉矶 到那面去补充自己的命门火 用这个后面的这个西海岸去练 西海岸去练 挺直自己的脊椎骨 所以我们在明年 就全面开启了北美整个的修炼之旅 实际上今天冬天我们就开始了 冬至一扬生的时候 我们要在黄金谷 这个叫田亭内院 田亭内院就是我们的这个上黄亭 上黄亭的这个黄金谷 这个黄亭 这是弥勒内院 黄亭内院所在的地方 你们知道那个地方 在罗布森山那个地方 有一个去弥勒内院的地方 我们有一年去那边 还拍到那个采光 采光 那就是彰显着上丹田的这些地方 我们今年冬天 这个十二月 大概好像是没记错是五六号 我们一直到这个圣诞节前回来 有一个二十多天的一个闭关营 在加拿大 沟登谷 也就是罗吉山那个地方 整个修炼闭关 明年开始 鲁脑腔在冬至一扬生的地方完成 然后明年开启全部的 这个美国厂性的修炼 所以你们需要钱 需要钱 特别是你们亚洲地区的 这个新马一带的 为什么今天让这个开心医生来给你们传经送报 这个大家需要钱 不见得是开心医生介绍的方法真能让大家赚钱 那么你们能耐一下 你们中间有谁能让很多学员都不那么辛苦 都能赚到钱 你们有什么方法 我也愿意推荐你到这个讲台来讲 帮助这些大众 解决财务问题 因为这个厂性 如果有机会尽快地去那边完成整个的全息对应的修炼 所以我们明年会用组合式 什么叫组合式 就看你的时间 你能七天吗 还是十四天 还是二十一天 还是可能美国欧洲人有福报 人家整个一致跟着走一两个月 反正我一个点是七天 一个点七天 因为七天用先天数 每个点都重要 就完成 所以我明年大概有两百多天 会在美国跟加拿大这个施工厂 在团 尽快地造就出一批真神仙 因为你的脊椎骨不直 脊梁挺不起来 五脏六腑都被压着 那么我们马上在秋天十月份 会去我们的阿尔卑斯山修炼 人能宏道 我这次去阿尔卑斯山体验特别大 为什么呢 那个场性远不入我之前去的那个场性 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荒废了将近三年的时间的这个移情 人不能上山 人是个宝贝 是天和地中间的胶子 它是天和地临通的通道 所以是人为什么能宏道 因为人体内有颅脑腔 胸腔下腹腔有黄庭 还有五脏六腑里的黄庭 黄庭无处不在 但是有正黄庭 有三个重要的黄庭 就是人能够提撤天地 把天气拉下来 把地气提上去 怎么做见证呢 你的屋子如果长期不住人 很快就发霉了 不是吗 如果是有个十年八年不住人 整个屋子就塌了 荒废了 为什么 没有了生气 没有了气 这个天地气要进去一个空间 要什么 要有人 要有人 人住进去了 这个屋子有生气 这个屋子是活的 这个空间是活的 阿尔卑斯山这么大的一座山 有了人气 才能灵起来 所以是这么两年多的疫情 人不能去 所以是没有那么足的灵气 所以是要谁去呢 让你们去 掌声一下 你们去 为什么我称为 它是功德之旅 就是要替我们人类 把西边的这个场 挑起来 撑起来 那只有把阿尔卑斯山的场 挑起来 这个西龙的场性 才能够挑起来 西龙是母亲 对于我们整个地球来讲 那是女性文化 这个最昌盛的地方 你们看到的那里的神 都是女神 战斗女神 雅典娜女神 圣母玛利亚 那是我们整个地球的母亲的场性 为什么欧美会比较亲 因为是儿子 这个整个美洲大地是个公牛 公牛和母亲 欧洲大陆像一个母牛 就是儿子跟母亲亲 所以人家美国跟欧洲亲 这是没办法的事 像你们男孩都跟母亲亲 对不对 女儿就跟父亲亲一点 这是个道理 那么亚洲是父 为什么 真正的亚洲 我们是神仙国度 就神仙满地走 叫神州大地 那这里出的都是男性神仙比较多 男性修道者成功的比较 包括这个印度文化中 这个男众修成的这些圣者都是偏多 所以他是偏这个男性文化的 所以是接了一个圣赢在美国 美洲大陆 具体的到时候 我们随着这个时空场的展开 给大家一一的展开 这是墨西哥湾 大家看到下面这个墨西哥湾这个地方 有个勾勾起来 那个就是你们的围驴 就是你的围驴 那么下面就是什么 整个墨西哥湾是什么地方 彷徨 像不像人体下面的最低处的彷徨 从这往上看 整个美洲大陆就是一个巨婴 巨婴 时间的关系不能跟你们讲太多 但是基本天机也都给你们泄露 那么我希望你们尊贵自己 特别做徒弟的要尊贵自己 你们跟别人不一样 你们可以欺骗师父 可以欺骗周围的信众 可以欺骗天 你不可以欺骗自己的心 是你的真心真意选择了 担当这个天使的责任 担当为天民做选民的责任 那么你们的心要去做的事情 你不要为了自己的良心 为了自己的天良 没有人逼着你们去做 只是你们要做 法界的师父们乐见其成 愿意帮助你去今生成道今生成就 是你要做 有些人 师父我要帮你 我说你省省心吧 你帮好你自己就好了 真的要帮你自己 自己的良心 自己的天良 不是别人 不要违背自己的心去做事 闷心自问一下自己今生 要做什么 真的要去做 不要辜负自身啊 所以这个世界真修实证 又有圆满技术方法的团队不多 这次呢 我们也得到了这个法宝师的支持 他把法国他注册的一个佛学院 是法国政府批准的 可以发大专文凭的一个佛学院 要交给我们百年教育来经营 从招生 教学 整个的运营 他们只负责跟法国教育部的沟通 那么我们就会办一个正规的佛学院给你们 用三年的时间 圆满的掌握 完整的掌握圣贤所教的东西 那么我们在这个佛学院里面 除了讲佛教的东西 还有对比宗教的研究的课程 会给你们讲道 会给你们讲天主教的东西 基督教的东西 伊斯兰教的东西 我们请那里的智者 请这些宗教的大德 来给你们亲自讲 不是师父讲 要请很多的教授 很多的专家 很多的有实修实证的法王 参与到我们整个三年佛学院的教学中 我们为人类办一个真正一生成佛的佛学院 不是只是学了一肚子理论 一些方法的佛学 那个是太多了 没有人去学的 我也希望你们这些徒弟 做首批的学生 虽然只是一个大专的文凭 文凭不重要 把这个圣贤教育的系统学习重视起来 做一个真正的懂行的人 不要只是知道皮毛的人 这个很重要 时间的关系呢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 这个 良药苦口利于病 师父的话说的很重 我希望能治好你们的病 不要再做人 跟我一起去做活人贤 做活菩萨 这个世界需要我们 谢谢大家 晚安